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宗成 老吴今天跟各位聊个话题 就是我们从小看经句 传统的经句 里面有一个就是 所谓生淡静莫丑 这个静脚 静是干净的静 关于角色这个部分 我放在下面我已经聊过 我只是讲这个静脚 静脚是大花脸 大花脸我们小时候 我们看着大花脸很害怕 因为他们常常会紧眉弄眼 然后那个脸上 因为他这个法剂这边绷了布 然后那个布上也化成 所以他的脸变得很巨大 再来就是他们大花脸的 那个嗓音都不一样 咋叫来的鲁莽 都是这样子的 豪气甘云的声音 诸如此类的这种 那那个大花脸都是什么 都是武将或者是出鲁的人 那那个为什么要化花脸 我们小时候很害怕花脸 尤其是花脸又是鬼怪的时候 他们那个挤眉弄眼的时候 我们小的时候非常害怕 看着这个 那静脚 这个静脚的名字有两种传说 一种说他的脸竟然是花的 所以用反义字叫干净 干净的意思 那另外一种好几种说法 我放下面 你点开自己看好了 可是这个大花脸 就是他们在这些做科生 这些演员在做科的时候 那些师傅都会教他们化妆的时候 他帮你化一半 从这个中轴线里面 他帮你化一半之后 然后另外一半 你对着镜子去描 比如说他帮你化这一半 然后你用右手的画 你就照着镜子里面 这一半对称的给他画 画出来 然后你以后 久了以后 你就会 你就会 画整个的 那个术 那个术语叫勾脸 描绘的意思 勾脸 那这个我们想知道 因为对国际没有人指导 所以我们就大概从小学就开始 就美术课都有画 画在那个图纸上面 画这个花脸 练习画这个脸谱 那时候叫脸谱 觉得说这个脸谱是关公 那个脸谱是张飞 或者什么什么 金钱报 什么什么东西 但是没有 那个老师也不懂 所以我们不知道 我们虽然我们这个 刚刚是左营区 挖人村这个地方 就有两个剧团 一个国剧团 一个玉剧团 这些当然在地方戏曲 都是大戏 都有这些 这些假 圣诞金末丑的假子都有 所以基本上 这些造型 是雷同 但是雷同在哪里 我们并不知道 因此我们有的时候 去这个 去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 很困难 偶尔在某一些刊物上会有 但是好像觉得 这个很珍惜 到底这些 为什么要这样子 没有人解释 那这个是正 就是正脸 也就是他两边是对称的 有一种两边不对称的 这种叫歪脸 歪脸的意思就是 这个人是邪恶的人 坏人 坏蛋的人才会歪脸 比如说他嘴巴斜了 斜成这样 或者是有什么各种奇形怪状 或者他的这些花 这些那个 这些珠子啊什么的 点在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形状等等 眉毛 眼睛 都歪七扭八的 因为歪脸的意思就是 这个人脸不正 可能受过很重的伤害 或者他心术不正 所以脸就是歪的 那繁殖种种代表的意义 我们小时候不知道 也没有人解释 实际上这些 这些知不知道 其实已经不太重要了 为什么 各位可能没有注意到 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搞出样板戏来 八个样板戏 他说要把以前的帝王将相 跟柴子佳人 全部抹掉 要用现代的经济 现代经济是在现代服装的 现代服装里面 没有静脚这个东西 有静脚的唱腔 可是没有 再也不画花脸 这一点可能 可能各位没有注意到 你去看看 那个自取威虎山 什么这些东西 就没有花脸 没有一出戏是有花脸 因为它是现代剧 所以叫现代经剧 那其实为什么 我这样讲这个东西 是因为我刚好手上 有一套书 两本 这叫儿童 青少年彩绘 儿童彩绘 就是父母帮孩子彩绘 彩绘成什么 卡通动物 它这里面有教 怎么样彩绘这个东西 实际上这个彩绘 就跟什么 彩妆是一样的 有一些什么画 现在很流行 什么彩妆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把那个孩子 好像化妆 化妆舞会似的 可以画成那个豹子 狮子老虎豹 这些东西 怎么样去做这些东西 乃至于我们现在的 那个军人 军人要 要那个 要打仗的时候 他画迷彩 要那个 要欺敌嘛 也是用那个 类似像那个 那个化妆品一样 也是要涂抹 涂抹它是不反光的 那个材料 绿的 黑的 什么咖啡色的 什么 蓝的 什么涂在脸上 让人家看不清楚 你是什么 什么人 甚至你 你因为 衣服是迷彩的嘛 所以你躲在那个丛林 躲在沙漠 躲在岩石后面 人家看不出来 你无法分辨 那其实就是彩绘的 就是那个花脸的延续 所以实际上 我看了这里面的画法 其实这个很有趣 那这个花脸的画法 会让我想 联想到什么东西 联想到情 情面 情就是刺青的意思 古代的人 他会在脸上刺青 发配哪里 第一个是犯人 第二个是 士兵 宋朝的士兵 脸上要刺上兵级号码 因为你一旦 一旦列入军级之后 你永远脱不了身 就要干一辈子 乃至于你的 你的子 子孙都要干这个军级 所以这个 黄木兰那个故事里面讲说 这个 可汗大典兵嘛 兵书十二卷 卷卷有爷民 就他 他老爸 都已经退休的年龄了 退役的年龄了 还被征召 因此他从此替爷针嘛 因为阿兄无大儿 木兰无长兄 他没有儿子 他没有哥哥 因此他就代替他 他爸爸出征了 黄木兰故事就是这样 那 因此 我刚刚讲宋朝的人 那个军人脸上是刺青的 刺兵级号码 让你没办法脱疾 同样的 为什么那个 那些那个 古代的那些发辈边疆的人 都要脸上刺青呢 你永远脱不了疾 那在更早以前 在周朝的时代的奴隶的身上 都要刺青 刺什么 刺你的那个 那个奴隶组的 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竹灰 或者是马可 刺在 刺在脸上 不是刺在身上 南方的那个百越人 百越民族 吴越 吴越这边的人 他是什么 断法纹身 他是纹身 纹的身是为了什么 他们要在水里面 讨生活 去捕鱼啊 干嘛 他需要这样子 怕那水里面的那些 那些那个动物来吃他 所以有一种 那个验慎的 那个功能 可是这个脸上刺青 不是这样 那至于说 现在刺青在台湾 这么流行 到处都是人在刺青 好奇怪 看起来是梁家妇女 也是那个 安分守己的 好好 这个 在乡是梁 梁明的人 身上都是刺青 小腿刺的满满的 手臂都刺的满满的 以前都是黑道的人 才刺的 或者是 那个监狱里面 关过 福贵 图刑的人 才会刺青 可是现在变成 这种全民 一种蜂巢 实在令人不解 我为什么会聊这东西呢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么 这么样子的 colorful的话 你为什么不用 不用画的 你今天要画成 那个 那个 周昌 就画周昌 明天要画 乃至于八家将 官将手 都是 都是花脸嘛 不管有什么意义啊 那个 青面獠牙 或者是 钟葵 或者什么样 那你下了戏之后 你就洗掉了 你下次再画别的嘛 本来连 静角的 脸谱的意思 就是 同一个人 他可以扮演 很多不同角色 这一出戏 他演什么 下一出戏 他演什么 虽然那个唱腔 还是一样 可是因为他的 那个扮相 改变了 否则的话 千人一面 小生永远就是 那个样子 只是换了服装 或怎么样 你就不知道 他是张军锐 还是他是 这个柳梦梅 等等等 你就 你就搞不清楚 他的角色是谁了 所以这就是 这个脸谱啊 画脸谱的这个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也可以用 迷彩七笛 军人也可以画 还有那个 纹身啊 可以取代纹身 等等等啊 可以让你 各位可以产生一点联想 至于说怎么画 那些油彩怎么调 这书里面都有介绍啊 这个不是什么 什么什么know how 或者是特别 难理解的啊 那至于说 你再来看这些 这些 所谓的脸谱 那个谱的意思就是说 已经好像成了定格 实际上并无定格 没有定格 因为他有一个原创 你就可以继续创作 所以这样才不会 限制一个艺术的发展 也就是说 你可以 你想要演什么角色 你自己 自己发挥吧 不用殷习 殷习前人的 我记得有一个 某一个人解释说 你看他看国剧 你们看到那个 黄朝 说黄朝是一个 多么英勇怎么样的 黄朝是造反 他杀的人 是最多的一个人 可以这样讲 说他是最可恨的一个人 不值得我们 虽然说 满城近代黄金甲 写的那首 那首诗哈 但是不足以让我们对他产生任何的敬意 以上跟各位分享 从这个敬谱说起 谢谢